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中共党籍跟公职 通报指控及措辞均十分严厉 指出傅政华从未真正忠于党跟人民 参与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 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根据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出 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 从未真正忠于党跟人民 彻底丧失党性原则 同报还指出傅政华毫无四个意识 背离两个维护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性极为卑劣 投机钻营立定制婚 未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同报还指出傅政华参与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 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隐私 在中大问题上面弄假作息 欺瞒中央 危害党的集中统一 还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造成恶劣影响 长期违规领用跟携带枪支 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根据同报 傅政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系律跟政治规矩 而且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应该给予严肃处理 经过中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且报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傅政华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建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中共十九大代表的资格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而在傅政华之前 中共公安部多个副部长被查 包含李东升被判刑15年 孟宏卫被判刑13年 还有杨焕宁孙力军被双开以及逮捕 分析认为中南海先是宣布孙力军被双开 接着就是对傅政华进行调查 既有反腐这两个大动作 就是为了在二十大暴露 由于公安部相当于刀把子 军队等于是枪杆子 公安的权力不差于军队 习近平虽然目前大抵上控制了解放军 但是对公安系统的控制还不够彻底 由于江派跟习派的斗争 公安是个令习近平难以放心的系统 现任最高层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已经被整肃多年 但是中共一直宣称要在公安系统之内 肃清周永康流毒 据道歉周永康流毒是要发动政变 推翻习近平统治的代名词 而所谓流毒就是对习近平不利的人 但是在傅政华协助习近平立下汉马功劳 以反腐为由将周永康拉下马 照理说他应该是功臣 至于现在为何会出事 分析认为是习近平害怕傅政华功高震主 总而来说习近平对整个公安系统极其不放心 日前美军F-35曾经跟中国舰20战斗机 在东海上空近距离的接触 中国国防部31号回应表示 美军舰机对华高频度抵近侦察跟挑衅 严重破坏中美两军的互信 中共解放军还强调 解放军始终敢于亮剑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维巴赫 本月15号参与美国空军协会的会议时 证实美国空军F-35跟中共解放军的 歼20空警500 曾经在东海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维巴赫表示中国把歼20操作得非常好 使他们印象深刻 由于双方在接触时应该没有做出 含有对抗性的战术动作 因此维巴赫使用的是近距离接触 外界分析 维巴赫认为歼20进行了相对专业的飞行 因此有极大概率显示 双边也不是简单的遭遇 或许出现过一些抢阵游离未知的动作 而至于空警500是中国最新空中预警平台 许多长城飞弹 例如霹雳15长城飞弹 都必须依赖它的导引 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今天表示 近几年中共军队武器装备建设 包含空军主阵装备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但是却还是有不少发展的空间 而对此中方是有清醒认知的 吴谦批评长期以来 美军舰机对华进行大范围 高频度的敌进侦察跟挑衅折押 严重破坏中美两军的互信 严重危机双方舰机跟人员安全 双方对此坚决反对 吴谦来强调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敢于亮剑 善于亮剑的 据了解解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部署了 歼20战机 而美国空军的F-35A跟海军陆战队的F-35B战机 也部署在日本 双方在东海遭遇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早在今年1月底 解放军就对外透露过 歼20战机预计亮成的计划 不过国家第一报导 如果美中在太平洋发生空战的话 歼20除了机型上面较F-35较为低阶 歼20机队规模也会小于美国快速增长的 F-35战斗机机队 因此中国解放军可能会拘于下风 继上海先前一名虎氏因为弃喘发作 得不到救治死亡之后 上海市30号又发生一名老翁骚喘发作 结果在社区之内的医生不但拒绝救援 甚至连AED都不愿提供 要家属等其他救护车 最后老翁因而丧命 正常媒体报导 上海浦东地区正在风控进行核酸检测 一名网友发文表示 30号上午8点左右 一名邻居劳翁骚喘发作 家属急忙致电120急救热线 以及警方110专线 请求派车协助病患送医救治 8点30分左右 负责做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 到达现场之后 给患者先做了心肺复苏 而在其后一个多小时之内 家属下楼找了社区大楼门口的110警车 请求协助 不过车上的警员表示 工作地点跟工作任务就在这里 不能走不能动 期间有一辆急救车到达社区 但是该急救车是被派来救助另一位居民 家属心急如焚的向这辆急救车求助 要求借出AED 不过遭到车上的医生拒绝 一直等到上午9点40分 第二辆救护车到达现场 却为11万病人已经过世 提问表示 警察只懂得守在原地 对需要急救的人视若无睹 救护车不管病人死活 为了抗疫 我们究竟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家属也出面留言表示 他们当时已经跟本来要用 该辆急救车的邻居协商 邻居愿意先救是他的父亲 不过却遭到急救中心的拒绝 也不愿意给他父亲 提供任何药物跟仪器 事件快速引起大量网友的关注跟愤怒 上海官方31号紧急做出回应 表示当时医生当时 CNL的紧急救救救人物在身 但是处置实属不当 目前已经对他做出停止处分 并且将对全区义务人员 进行加强效益 此外上海27号晚间 突然宣布分批封控措施 各国飞往上海的多个国际航班 也临时遭到取消 瑞士航空一架飞到上海的航班 在当地时间27号起飞前20分钟 全部取消 200多名旅客被迫滞留在苏黎市机场 大部分都是中国旅客 从社群媒体多段影片 居中可以看见 有许多中国游客要求航空公司应该负责 还批评航空公司耍流氓 还有中国旅客群起高唱 中国国歌易勇军进行去 并且挥舞中国五星旗 对此中国学者蔡永指出 瑞士航空是因为中国防疫措施 而被迫取消飞到上海的班机 这些滞留的旅客 对中国官方似乎没有意见 反而批评航空公司诉求根本是本末导致 此外中国领事馆还表示 要尊重航空公司的一切决定 也只是在转移矛盾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8号才进行过试询通话 美国国庆部林肯21号就宣布 要对试图恫恨骚扰压迫意义 以及为全能师的中国官员祭出签证限制措施 不过目前尚未公布人员名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决定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 抛制谎言 推动对中制裁的美方官员 做对等的反制 综合媒体报导 此前距离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针对俄罗斯乌克兰正式 进行视讯通话才三天而已 布林肯就宣布对特定中方官员 祭出签证限制措施 使这些点非常耐人行为 美方主要针对被认为负责 或是涉及在中国境内外 压迫宗教人士 少数民族 异议人士 维权人士 新闻记者 劳工组织者 公民社会组织者 以及和平抗议人士的中方官员 实行签证限制措施 布林肯强调 美国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捍卫人权 未来将会持续动用 所有外交经济措施来促进究责 不过美方至今尚未公布 遭到制裁的中方官员人数跟名单 中国外交部在经过十天之后 对美方制裁事情做出回应 发言人汪文斌 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之中 答复相关提问时表示 美方借口所谓人争问题 炮制恶劣谎言 并且以此为由干涉中国内政 抹黑中国形象 打压中方官员 这些行径毫无道德底线 严重违反国际法跟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保护中方人员正当合法权利 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相关规定 中方决定对于在设中国人权问题上面 炮制谎言 推动推出对中国制裁 损害中方利益的美方官员 做出对等签证限制 美国国庆布林肯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拜习会会谈之前就已经抢先落下狠话 强调中国援助俄罗斯将会面对严重后果 不过拜登在会谈之中并没有明言会有哪些严重后果 而拜习会结束之后 白宫官员也没有透露拜登是否提出具体威胁 也没有透露出习近平有何反应 俄罗斯上个月承认乌克兰东部的 鲁干斯克跟顿涅茨克地区的独立地位 之后这两个地区领导人分别宣布将举行公投 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 如今又传出俄罗斯打算在开战之后 所攻下的唯一重要城市赫尔松这里 也举办一场未独立公投 等于试图一步步的瓜分乌克兰 综合媒体报导 两天之前 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 鲁干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 帕斯特·耐克宣布 这个有俄罗斯支持的国家 可能很快会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 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 顿内茨克新闻社也引述地区领导人的话表示 一旦分离运动人士控制整个顿内茨克地区 他们将会考虑让整个顿内茨克地区 加入俄罗斯 而此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才指出 俄罗斯现在已经知道 自己无法完全掌握乌克兰这个国家 因此开始试图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就像是朝鲜跟韩国一样 在其中一个部分建立一个 由莫斯科控制的地区 而事实也证明 它的隐忧获取是正确的 在俄罗斯目前所攻下的 唯一重要城市赫尔松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说法 俄罗斯已经开始向当地派遣司法跟执法人员的进驻 并且在当地播放假的宣传影片 要在当地筹备是否成为 赫尔松人民共和国的未独立公投 不过据了解当地军民并不打算脱离乌克兰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 强调自己就是乌克兰人 并且痛骂俄罗斯军队是法西斯分子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